月球实际上是一个隐藏的大水库 所以美国才要急着重启载人登月 根据科学家的估算 可能有多达6万亿公斤的水 以固态冰的形式 安静地躺在月球的表面 是的 表面 荒凉的表面 没有任何大气保护的表面 这怎么可能 在险恶的太空直接暴露在外 你哪怕有任何一丁点的水 都会立刻蒸发殆尽的 月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靠它的永久阴影区做到的 跟我们的地球半躺着绕太阳运行不同 月球的自转轴只有1.5度的倾斜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把自己站得笔直着 对着太阳的 头顶和脚底两极地区就很难被阳光给照射到 再加上月球上的坑也不少 于是仅剩一点的阳光 又这么被陨石坑的大坡一挡 那它的底部就永远见不到天日了 从形成的那一刻起 就黑了数十亿年了 黑当然就冷啊 普通的永久阴影区 温度都能达到零下170摄氏度以下 而那些所谓的双重阴影区 也被叫做阴影中的阴影 就是连从陨石坑边缘反弹过来的反射光 都是照顾不到的区域 温度更是低到了零下250摄氏度 这就让它们成为了完美的挥发物质的陷阱 但凡有什么物质从月球的表面蒸发 都很容易被它们给困在这里 比如二氧化碳 蛋和水了 实际上关于月球的永久阴影区 存了很多水的假设 可以一路追溯回到1952年 当时的科学家们已经意识到 月球南北两极可能存在很多太阳永远都造不到的坑 那这里会不会就有水呢 虽然争议一直都是存在的 但是相信有水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而且原本以为可能寥寥无几的永久阴影区 也被发现的越来越多 于是一场人为的撞击便发生了 2009年的10月9日 NASA的月球陨石坑观测和传感卫星 先是用发射它上天的半人马做火箭 最上级对准一个永久阴影区撞了过去 然后再派另一个航天器尾随火箭 穿过这片被击起来的尘埃区 收集数据 并制造出第二次的撞击 卫星则躲在远处细细的观察 结果就很令人震惊了 在这片撞击后飘到半空中的尘埃云当中 竟然包含了多达155公斤的水蒸气 永久阴影区有水冰已经确凿无疑了 那剩下的问题就是它们是怎么形成的 它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好 关于水是如何跑到月球上的 目前存在三种主流的理论 第一个是它们是通过小行星或者彗星撞击给送到的 这种理论认为在太阳系形成之初 其内部炙热的水分子被太阳风蒸发并吹到了远处 等它们来到远离太阳的太阳系边缘 才又降温重新形成了冰冻的天体 这些天体最终还是会被引力拖着 再次砸回到太阳系的内部 轰炸了包括月球在内的诸多天体 为它们送去了水 第二个理论是在月球成长中间的某个阶段 大量的火山喷发将水蒸气从内部带出 形成了一种细薄的临时性的月球大气 并最终导致两极结冰 第三个理论是太阳风将氢气吹到了月球 然后跟等在这里的氧结合形成了水冰 好 不管是三者当中的哪种 或者是哪几种为月球带来了水 我们去研究去弄清楚真相都非常重要 因为既然水是那样到达月球的 那必将也就会那样到达地球和其他相似的岩石世界 考虑到水对生命存在的重要意义 其实弄明白上面的问题也将有利于了解 咱们地球上面的生命到底是何时 以何种方式形成的 其实月球堪称太阳系的历史博物馆 科学家认为它的两极水冰自行程开始 就一直没有受到过打扰 所以可以顺利的回到时间的原点 而地球早就被自己的地质过程给打乱过无数遍了 美国不是已经重启了载人登月的阿尔泰明斯计划吗 它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呢 就是去探访这些隐藏了几十亿年秘密的黑暗地带了 当然在人登上去之前呢 一个能通过跳跃一次就在月面上前进超过几百米的探测器 会首先在今年年底坐着SpaceX的火箭先过去探探路 然后应该是在明后年一个更大的 长得像是高尔夫球车一样的卖油车 viper会再次光临永久阴影区去钻下大约50个孔 帮我们彻彻底底的摸清这里的情况 最后就是阿尔泰明斯任务本身了 去验证在月球上获取材料 并拥有永久栖息地的概念能否成立 很自然的它会选择一个有水的地方 月球永久阴影区的附近吗